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东源集团宣布了将旗下的五股商办大楼 出售给东贝光电 会长黄茂雄透露了出售土地所得 将会用来开发新装旧厂 要从工业区转变成为涵盖住宅 还有购物中心的住商综合区 东源、三阳电、申保还有大同集团 家电四雄启动资产活化 近期频频大动作出击 东源正式将旗下五股工业区 高达6400多坪的商办大楼 以每坪19.1万元转卖给东贝光电 近赚8.5亿元 赚来的钱全都要拿来重新开发新装旧厂 打造一个结合购物中心、企业大楼 还有住宅的工商综合区 预计三到四个月内向新北市政府递建 提出变更申请 我们的理想是慢慢让它调上去 这个是一个趋势 资产活化外 东源集团也不忘加速拓展餐饮版图 看中未来五年内台中市经济成正率上看45% 一次引进旗下三大餐饮品台 包括乐雅乐、摩斯汉堡以及县劳满 汇均有着台中心意区支撑的七期重划区 未来可望持续以三合一策略补局全台 FERTION陆冠宇台北报导 reaching the llam zones 所有省